就是这个逻辑函数之二 表单设计你把它打开 基本上就会看到我刚刚的这个画面 做的方式一般习惯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我们分别完成 由外而内怎么做 一一样开启Visual Basic 刚刚有做 二的话请你按右键插入什么 制定表单 它会产生一个叫User Phone 1的东西 因为我这边有另外一个 我先用User Phone 2 那由外 外怎么做 这边外面的这个名称叫User Phone 你们可能是一啦 我这边是二 那怎么改 特别注意 请你找到有一个下方有个叫属性的视窗 那其中有个属性名称叫Caption 这个Caption其实就是 所谓的属性 就是指的是这相关的设定 属性就是它的设定值 那比如说其中一个叫Caption 指的就是这几个字 所以如果我这边变更 比如说我希望把它改一个名称 名称叫什么 叫成绩系统好了 那我就直接这边打字叫什么 成绩系统 有没有 直接打一下 成绩系统 Enter一下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对这边的名称就变动了 OK 那也就是说上面这些名称 其实它就是简单英文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修改没关系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不是都不能改的 那第二个的话它的底色 比如说我希望底色把它改成浅绿色的话 那底色的话你可以看到哪一个 哪一个属性是底色的设定呢 其实拆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叫什么 有没有 Bag Color 有没有 欸 Bag Bag底嘛 Color 颜色 欸 那不就底色吗 所以改一下看看 点一下旁边这边 调色盘 淺绿色 有没有看到 Bag Color 至于其他的功能 假如说你不确定没关系 你就改改看嘛 改错了顶多就是再把它改回来就好了嘛 OK 所以特别注意上面其实每个功能都可以改 就是一个设定 那其实我们目前是用不到 所以就没改 那外观OK了 所以两个 一个是Caption 一个是Bag Color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再画什么呢 画从左到右 这个叫Label 标签 这个叫做Test Box 这个叫Command Button 所以我们会用到三个工具 有点像三个零件 那这三个零件在哪里 特别注意哦 你的工具箱 有没有发现 他很不小心关掉的话 这边有一个工具箱在哪 这边吧 这叫工具箱 如果不小心关掉的话 你可以从上面的工具列找到工具箱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用到 大A是标签 就是前面的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小A小B 是文字方块 第三个是命令按钮 就是那个新增那个按钮 那做法很简单 一把大A点一下 拖拉一下 那请你把Caption 拖拉之后 这边有点小话加拖拉 然后呢 上面的名称叫Label1 怎么改 很简单嘛 跟刚刚逻辑一样 找到Caption 把它改成什么 这第一个应该叫姓名吧对吧 姓名两个字对吧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名称 那改哪里呢 这边Label1 改成姓名 有没有发现 Enter 姓名 字太小怎么办 没关系 Font Font 有没有 这个叫字型 改成多大呢 改成16 按确定 这样OK 把它往上一点点 那至于字的颜色要不要变更 你可以改 字的颜色 它叫什么 Fall Color 有没有看到 Fall Color 就是它字的颜色 前景颜色 改成红的好了 OK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 另外还有三个怎么做 我一般的习惯 就直接复制贴 改这个Label名称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招 你可以拖拉加Ctrl键 其实就是复制贴 那你也可以按右键复制再贴 我觉得好像没这个块 拖拉加Ctrl键 拖拉加Ctrl键 有没有 再把这个名称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答案考核 所以 目前我是把它算了 等一下就复制贴 复制贴 总共三个 我等一下再改好了 如果说你假设不小心 Y7扭8怎么办 没关系 拉一下选到 上面有格式 有什么 对齐方式 对齐 主控向的左远 有没有 对齐了 那如果他的那个间距 假设有的宽有的宽有的宽 有没有 你可以什么 叫什么什么间距 一样格式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那叫什么 垂直间距 有没有 设为什么 相等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如果他间距不一样OK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小A小B 一样拖拉 总共有四个嘛 有一个 然后 我建议啦 你这个 做一个之后嘛 那建议是把那个字 因为你如果执行 你这边可以按执行 它会跳出来 你会看字是不是很小 那预设行9号字 所以我建议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 FORM 这个 大概改成多少呢 大概16或14 我改14好了 OK 这样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就 有没有放在这个表单上 然后按这个执行 它就跳出来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刚刚好 不然的话如果你9号 哇小巧一个 抽抽的 OK 好 那一个做好之后 这个再复制 再复制 这样都OK了 有没有 如果不整齐的话 一样嘛 你就是格式 对齐 主框向左圆 然后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OK 甚至啊 这样拉上一点点 有没有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上面啊 那你可以在一起 然后把它什么 格式 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有没有 它又刚刚好 有没有 如果 如果你要调整的话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 命令按钮 这个部分就OK了 命令按钮 按一下 那上面的名称叫 一样 Caption 这个叫新增 如果字太小的话呢 一样 把它改成FORM 这个FORM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调整字的大小 你可能要找一下机关 它有时候之前有同学 找不到这个机关 它在这个很小的按钮 你要点这边一下 很小的按钮 然后把它改成16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就只要把它执行 看到结果 来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先试着把那个成绩输入的那个表单 先设计出来哦 特别注意哦 第一步的话哦 就是在那个你们的表单 就是在VPS上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表单部分的那个Caption属性 输入成绩系统 BitColor把它换个颜色哦 记得一般的规则是由外而内 然后呢 由左到右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分别把上面的Label 记得是大A就是标签 小A小B就是文字 文字方块 然后再来一个命令按钮 把这些资料呢 啊 分别把它做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格式哦 把它就是 再把上面的栏位名称哦 把它再 再把它哦 就是有四个哦 分别是姓名 答案 考核哦 然后呢 分别把这些呢 功能加上去 好啊 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再教各位哦 如何再把这个表单设计完之后 让它可以秀出来 然后并且再把那个 按钮的功能按进去 那这样的话慢慢一步一步 我们就可以 做出我们要的这个效果出来了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哦 说完 这 看